我給自己設立一個目標 如果沒有打到這個目標 一定是不夠努力不夠付出 所以如果我真的很想要 最後一定會得到我想要的恭喜 大概在五六歲的時候 就開始玩一些球 大概八歲 比較認真去練球 我在國三那一年 就開始自己住在台灣了 因為爺爺生病 所以爸媽都必須回英國照顧他 剛開始打國際賽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自己去 訂機票、訂住宿、簽證那些 都是自己用 我覺得這樣自己出國 對我最大的幫助應該是 變得比較獨立 也變得比較勇敢 我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打網球 我從小我就會吵著說要去比賽 連出國打國際賽 他們從來沒有拒絕過我 他們工作比較辛苦一點 他們也還是會想辦法讓我出國 可以打一些國際賽 累積經驗 他們都說那你想要什麼東西 你就去做 你不用考慮到說會不會成功 會不會達到什麼目標 你想要的你就去做 我覺得說我最想要的就是 打到網球的Grand Slam大玩怪